哈喽今天是9月29日 我们已经到达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我们五辆车停在了城边的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 那现在我跟赵赵就准备去布达佩斯又一趟 好了我们现在去坐城铁进城布达佩斯 还不如去个车少点的地方 好了我们准备坐49路进城 这次布达佩斯我们有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呢 每天都不能吃饱 但是嘴不能停 嘴不要停 布达佩斯嘴不停 今天就是把整个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美食我们要尽量找到 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建筑 很多这样的文化东西 我们可以在图册里看到 但是味觉这种东西 你没法通过说通过影像 让我们去能够传达到自己的身体里 而且其实重点我觉得不是说要吃一顿我们觉得好吃的饭 我觉得是要吃一顿人家这边觉得好吃的饭 体现他们的口味嘛 今天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都带到脑子里带到嘴巴里 好吧 这有元气森林 799吧 布达佩斯竟然有元气森林 多少钱 十几 十六 十六块钱一瓶元气森林 可以可以 我们今天要去吃什么 我们现在要去吃个早午餐 说是这边超级网红的一家店 但是网红不局限于我们的小红书跟大众点评 应该是当地平分也很高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欧洲是出了名的懒 开门也是出了名的晚 你猜在这家店几点开 7点半就开门 你能相信 我已经看到前面在排队了 Oh no 你去看看这队有多长好不好 看看 看他这边说是他是全球最好吃的 早午餐的top25 好吃的菜是什么 银根蛋 你猜他一周要做多少个蛋 一万个 他说三千六百个 这个让我也不太 那也没多少个吗 对啊 五百多个一天 五百多个 从早上七点半做到下午四点 一人两个蛋 至少250个客户 平均 如果每个都点这个B选 我们随便一个早餐煎饼果子 他估计也蛋比他多 是不是 人都的好处是很容易破世界纪录 这点东西在国内算什么 所以所有的世界排名都是把中国排出在外 在这个排排上写的一个是请和别人共同分享你的桌子 就是拼桌 鼓励大家拼桌 因为这样才能遇见新的朋友 然后另外一个是禁止在这办公不允许用手机电脑 就看你吃了不走 我这个应该就是发面饼 我传说中的这个一切 一切 哇 高高高高高高高 到底名副其实吗 全球前25的早餐店 它下面是什么 硬的面包 然后里面可以吃出来粗粗的盐力 那种海盐力的感觉 那时候蛋已经很滑很嫩了 大家看得出来 上面是菠菜 菠菜有一种稍稍有一点色的那种口感 反而是它三文鱼的味道没有很重 因为大家也看得到一薄薄的一片 三辆轻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去 要是三辆比较重的可能还是适合点肉的那种 像是比较好 就我这份还是比较诱人的是不是 你这个鸡蛋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嘴里的这个味道太浓 还是怎么样 这个咖啡比我想象中要淡很多 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味道比较平 没有尝出对什么坚果味啊果香味 当然了我喝咖啡也不是粉丝 就是当口粮喝的 这边人口味真硬是吃的 对于我一个喜欢吃蛋的人来讲 肚蛋有点重 好了刚刚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家了 这家是一家在世界排名前25的早午餐店 对主打一个嫩蛋是不是 刚才我吃的这份班尼蒂克蛋配着牛肉 味道比较咸 然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味 但是绝对也不踩坑 100块钱一份 有点贵 小贵吧 还好吧 人家牛肉毕竟又厚又大 还可以了 两份牛肉味道我也不用想象那么好 毕竟是家网红店 好我们下一站纽约咖啡厅 我们这一站吃的不只是味道 主要是感官商的享受 感官商的体验 做好了踩坑的准备 但是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感觉还是值得一去 好了那么现在就去吧 欧式的殿堂级咖啡厅 走了 有点海妖海沉的那种感觉 作为我们的第二站 这地方我要多坐一会儿 但是看到的是排队 我们估计我看这个队伍长 估计要一个小时能排得上吗 我估计够呛 我们先看有多少人在排队 我发现今天去的所有店都在排队 好吧我们等吧 我们刚刚走开了一分钟 我们已经变成了队伍的中段 我们就去看闭洞 然后我们先看到的 我们正今天在排队 为什么要拿出队 就渡略的人 想看 因为我们在排队 突然就在排队 年的文字 很开心 因为在排队 现在聊明案 现在我们就在纽约咖啡馆 然后这里面真的是富丽堂皇 特别好看 然后如果我们假设 他今天不是一个咖啡厅 而是一个付费的宫殿 或者是这是一个付费的景点 我觉得我们也是会花门票进来的 那可以在这里面喝个杯咖啡 真的是感觉更加好了 然后这边是现在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 所以大家看到的游客很多 那外面的队已经在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排上来了 这还好我们中午是饭点来的 所以人其实相对于没有多 这边更多的是一个网红拍照打卡的地方 rather than是吃正餐的一个地方 好了我们今天第二站在纽约咖啡 东西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觉得 这个地方以游客为主 所以它的翻台率很高 然后整体的建筑环境 因为它是二站过后翻修过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老 但是整体的风格的话 确实是很奢华的那种感觉 那是什么最纸金迷的感觉 但是唯一的不足是因为周围游客很多 所以大家的穿着其实都比较休闲 不太像是这种 就这种殿堂的感觉 大家穿的都很formal 穿着裙子 然后打扮的漂漂亮亮亮的 当然我本人也不是那种风格 所以就差这么一点点 否则在这里的感受会更好 然后这边一直会有音乐 会有乐队演奏 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游客 所以弹的乐曲都是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的著名音乐 比如说刚才还弹了那个茉莉花 方面的乐队 但是整体的话还是很漂亮 然后今天点的呢 是因为刚才吃了确实是比较饱 所以点了一个沙拉 它要多补充一声维生素 然后我点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小伙伴喂了 来网红打卡 也没有想在这边吃饭 都是想在这坐一会儿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话 我真的推荐这个咖啡奶昔 首先对比于其他的咖啡来讲 它的价格没有很贵 如果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8欧 也就是50块钱不到的样子 咖啡味道非常浓 其实味道是好的 然后这个是cheesecake 让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cheesecake的价格 大概是12欧 性价比就一般吧 然后这边的果酱的话是 这叫什么 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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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味中菊 比较甜 然后下面的那个cheesecake的底 没有很好吃 所以就像我预期的一样 我们来这儿只是为了感受一下这边的漂亮的氛围 优优独 结束 然后出来之后还是这么多人 看排队的 比刚才还要长 OK 我们下一站 河边国会大厦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布达佩斯 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了 匈牙利的国会大厦 好了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 我们回来了 实在是吃不动了 也忘不动了 然后准备回到移动的小家里来 休整休整 准备明天继续赶路 我们要继续往回家的方向 回国的方向 继续拍 我们再看我们的车 去拍